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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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不完人间的爱与恨 到不经茫茫天涯路 曾经迷惘 曾经失落 唱那愁忘 岁岁年年 时来的惭悔 无言的人爱 流尽多少心酸泪 爱的梦情随风吹 我心深处已破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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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日后有晴天 起祝已过 万重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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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来的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呢 通知什么 我又不是不认识路 你先别管我了 早上上楼去看阿金 阿金啊 病得很厉害 我刚请了大夫啊 给你打针了 您等一等 我炖了鸡汤 你端上去 叫阿金趁热喝了 来啊 李妈妈 阿金 阿金 你又生气了 你不是去看你的心灾人吗 你还会来干什么 说啊 阿金 我 我妈叫我段鸡汤来给你喝 你就快起来趁着喝了嘛 你的意思 如果不是你妈叫你来 你才能进来是不是 我 小声一点嘛 小声一点 你让我妈听了多不好意思 怕什么 反正你妈也不是不知道姨贞 给她听见最好了 正好叫你妈出面去求婚啊 也省得你三天两头跑去献殷勤 你看你 越说越不像话了 什么越说越不像话 你怎么不说了 你说 你说 你说啊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嘛 你心里面只有一人一针 出了一针 谁你都看不顺眼 好吗 好吗 既然你看我不睡 你为什么干脆搬到她家去 叫她烧饭给你吃 伺候你 服侍你 我也乐得轻松轻松 我 阿金 你说到哪里去了嘛 你 本来嘛 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我刚刚吃力不到好好的 巴结你 奉承你 我只是吃饱饭了 没事做 你既然喜欢一针 你去找她好了 你走嘛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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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金 妈 你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阿金生病 你应该好好陪陪他 怎么跟他吵起来了呢 我 我 你说 到底怎么吵起来了 我 也没有什么了 一针病了 我去看他 他就不高兴了 什么 一针 一针也在铺子 怎么这么巧呢 那你现在跟他 妈 你不了解 我跟他 早就没有什么了 只是 好啦 我不管你现在跟他怎么样 我可先警告你啊 我为了你的婚事 在高厢长那儿挨了不少的骂 背了不少的黑锅 你可不要把事情给搞砸了 害得我两头露空 妈 高厢长怎么说 对不起你妈妈 请您不要见怪 我妈妈她就是那个脾气 得罪您的地方 真是抱歉啊 哪里哪里 其实这件事情啊 本来就是我们不对 难怪你爸爸发那么大的脾气 不 李妈妈 您并没有错 感情的事情 本来就是勉强不来的 我爸爸要怪 也只能怪我和李老师没有缘分 他实在很不应该 后来这里向你庆施问罪 我代他向您道歉 请您原谅 不不不 不敢当 不敢当 高小姐 你这两句话还差不多 不像你那个老爸爸 什么话嘛 有钱有势 就可以这样仗势提人哪 她呀 简直把你这个做女儿的脸 都丢光了 人家李太太是个老实人 就随便让她这么乱骂一通啊 这要是换了我呀 门都没有哦 妈 对不起 害人我回来了 算了吧 妈为了你的事啊 挨人家妈也不是头一回了 只要你啊 好好成个家 妈就是挨人高厢长几句啊 也认了 不过温川 你跟阿金到底怎么回事 妈就是不放心 才赶来看看 你怎么又承杀一个怡针来的 妈 我跟你说什么事也没有 你不要下疑心了 妈妈 你知道 你知道 孩子 只是一根草 心啊 谁怎么承杀了 是你眼泪的灌溉 是你爱心的关照 融化不值得炫耀 富贵不值得骄傲 只要透在你的怀抱 幸福才把我围绕 妈妈你知道你知道 孩子偶尔会撒娇 以后走错了脚步 还要妈妈多教导 妈忽然想起你笑的时候 妈 我小时候是不是很顽皮 老是让你生气 不 正好相反 你从小就比别的孩子懂事 乖巧 从来不做爸不喜欢的事情 妈 你放心 从今以后 我也还是会跟小的时候一样 任何事 只要会惹起你一点的不高兴 我都不会去做 我永远都会做你高兴 喜欢的事 妈 你不要难过 我刚才说的都是心里的真话 过去 我做了很多很多惹你生气的事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了 妈为了抚养我 吃了好多好多的苦 我不能再让妈担心 为我担忧 妈 答应我 你会很快很快的好起来 你会跟从今一样的爱我 疼我 妈 我是个没有爸爸的孩子 我不能再没有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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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小姐 一位瓦子来的程太太要见你 。 你坐下 我去见她 陈奶奶 珊珊不想见你 有什么事告诉我好了 珊珊跟你们陈家已经毫无关系了 你请吧 顾先生 我 我想当面向珊珊道歉一声 不必了 上一次我专程到谱子去求你 你不是拒绝了斩金截铁吗 你不是说什么也不能谅解 珊珊让你儿子少掉一颗身的是吗 怎么 现在又来求珊珊 是不是你儿子没有珊珊 活不下去了 你逼不得已 才来求她的 才这样做的 我告诉你 事情没这么容易 珊珊好歹 也是我顾母人的女儿 不是你朝之则来 呼之即去的普通女孩子 我看你呀 还是趁早死这条心 回福祉去吧 陈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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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志陪 志陪她也好想你 旁边 我回来了 妈 我回来了 妈 我去煎 你吃 你吃 你找誰啊? 請問是不是阿金姐家? 是啊 你找阿金 你是誰啊? 我...不...我不去找阿金姐啊 你不是找阿金 那你找誰啊? 李老師在不在? 他不在了 你到底是誰啊? 為什麼一下子找阿金 一下子又找文川呢? 我是李老師的學生 你是學生啊 你怎麼不早說呢? 你找他有什麼事啊? 我放學回家 沒有看到我媽 不知道她跑哪裡去了 奇怪了 你媽不在家 關文川什麼事啊? 連這種事情你都要來找老師 難怪她一天到晚忙的 連結婚的時間都沒有 好吧 你告訴我 你是誰? 你媽媽叫什麼? 等文川回來啊 我叫她替你去找找看 好? 不用了 謝謝 媽媽 媽 你到哪裡去了 媽 看人家急死了 以為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傻瓜 媽這麼大個人還會發生什麼事啊 你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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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你 傻瓜 真是你 傻瓜 你好嗎? 我 我很好 傻瓜 你好嗎? 我 我很好 我很好 傻瓜 真是你 傻瓜 你好嗎? 我 我很好 我很好 傻瓜 我很好 傻瓜 我知道 傻瓜 我知道 你的主觀很強 我也不太會說話 就算我勸你什麼 你未必聽得進去 可是 可是 你是我哥哥 心里有话不能不说 对不对 对 那就说吧 好多病人等着你 你的时间很宝贵 你就有话直说吧 你知道 最近爸爸好不容易心情才开朗起来 可是因为你不肯投稿医学院 你要投靠海军官校 害得爸爸心情又消沉得下去 这件事我一定要坚持 哥 你知道我的个性 我的兴趣 还有我的做事能力 都不合适做爸爸的接棒人 好了好了 这些我不跟你争辩了 哥哥现在是在跟你打个商量 你能不能暂时放弃你自己的意愿 稍微地牺牲一下你自己 让爸爸快快乐乐度个晚年 我不能见鲜红的血 我不能做开场破度的研究和实验 我 永远不可能做一名医生 为什么会这样 我也不知道 那你过去跟人家厮杀 打架的勇气是哪来的 就是因为过去玩扁钻 玩刀子 杀人 写新的事情做多了 所以才会心里害怕 手发动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只有我自己知道 别人永远不会了解的 哥 这是我心里的秘密 是我那段不光荣的过去 留下的阴影 不是你逼我 我不愿意说 这个情形 应该让爸爸了解 有没有跟爸爸提过 没有 爸爸一定会认为我在说话 那怎么办呢 你这是一种心里问题 我想 应该是慢慢可以恢复的 哥 你是个好医生 也是个好院长 爸爸为什么不让你做接棒人呢 爸爸一直说 你个性软弱 不适合接管爸爸的医院 你只能做个医生 其实 爸爸看错你了 你只是个性温和 不喜欢表现自己 其实 这是你的修养好 并不是软弱 平良心说 我比爸爸了解你 你有耐力 你不冲动 你处事稳健 不是我拍你马屁 哥 你真的很棒 张家的这个棒子 除了你之外 别人没有资格来接 哥 我怕剑血 手会发抖的毛病 你暂时瞒着爸爸 因为我知道 爸爸确实疼我 爱我 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我还是没有 我该 fits 哦 只不灵神 精确 好不好 爸,能不能让我为弟弟说句话? 弟弟希望学什么科系,就随他自己的意愿吧 爸,我很不孝,经常让您生气 我现在想通了,决定听您的话,去考医学院 我也想通了,国家需要你们年轻人 我不许你中途改变主意 你要投靠海军,投靠空军 爸爸绝不再阻拦你 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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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省力东石高级中学 第十六届毕业典礼 典礼开始 全体肃力 主席就位 老天爷 你为什么没有眼睛 你为什么没有眼睛 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 兵神 兵神 怎么了 老师 来 把你身上的衣分送来 新女配俩给我一起 我爸爸死了 你爸爸不是不是跑出来吗 昨天晚上 就在我毕业的前一天晚上 我爸爸人在公司打电报来了 秉森 是不是你爸爸从国外打回来的电报啊 本公司秦明昊在菲律宾外海失事 召广顺遇难 怎么样 秉森 电报是不是你爸爸打来的 秉森 你说话啊 是不是吗 是 是的 快念给我听听 你爸爸是怎么讲的 爸爸说 祝贺我毕业 还你再叮咛我 不要忘了参加联考 岂有此理 他说的 在你联考前一定会回来 现在打一封电报回来 是什么意思 我看他 一定是老毛病又犯了 不会的 爸爸电报上说是传奇耽误了 所以赶不回来 哼 他说过的 要是坐船来不及 坐飞机也赶回来啊 妈 爸爸一心想要多赚点钱 怎么舍得花钱买飞机票吧 哦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是真的 他临走还买了生日礼物 要我 要我交给你 说是要给你过生日 说是要给你过生日 你怎么想要买这个书盆啊 嗯 不太贵了吧 跪也得买啊 当年你妈嫁给我的时候 她娘家就是因为反对她嫁给我 所以只给了她一支玉环 叫你妈妈带了保平安 可是我硬把她给抢了过来 当掉去赌钱 输光了 害得你妈妈伤心哭了几天几夜 就把眼睛哭瞎了 妈 她总算是还要认错的一天 我苦苦等了她这么多年 总算是没有白等 为什么 为什么 上天对我们赵家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人有心要学好 上天就不给她机会 我都可以忍得过下来了 老师 为什么 从小 别人就叫我差辣子 我都可以忍得过下来了 那是因为我心里还存着希望 希望我爸爸能够浪子回头 重新做人 可是她死了 我的一些希望全都成了暴雨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我太不甘心了 还有我妈 这些日子来 是我看过她最高兴的一段日子 我真不敢想想 如果她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她会受到多大的打击啊 而我这样瞒她 我又能瞒到几时呢 老师 你告诉我 这就是人生吗 人生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不如鱼的事呢 你怎么说 我传续 那是否说 我你不是说 然后我 你怎么说 我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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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我去想 你去想 我去想 你去想 我去想 我去想 你应该坚强起来, 你还要记住 你并不孤独, 你还有老师 今后, 不管你遭遇到任何困难 不要犹豫, 来找老师 老师一定尽全力帮助你姐姐 谢谢老师 毕业典里结束了吗? 可惜, 我不能亲自翻送前半童席 光荣地踏出校围 老师 同学们都没有走 为什么? 同学们拿到毕业证书以后 都留在教室里, 不肯走 已经毕业了, 为什么还不走? 大家在等老师去骂他们 他们说 今天再不听老师多骂他们几句 又想听就听不到了 好 不要再哭了 大家把眼泪擦一擦 希望, 这是高兴的眼泪 而不是, 别离伤心的眼泪 首先, 我要感谢大家 这一年来, 带给我的方校以利宽 我的生命, 因为有了你们 才有了快乐 与充实的一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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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要跟大家说 毕业并不代表毕业 以后, 随时欢迎你们回到学校来 学校的大门, 永远为你们而开 而我个人, 也永远 愿意做你们终身的朋友 最后, 要谈到 大家最关心 也是关心着你们一生前途的生学考试 大专联考 考起了, 自然可喜 考不起, 也不必推上失忆 今年考不起, 还有明年 明年考不起, 还有后年 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在社会上 还有喜喜多多比联考更值得我们去做的事 正等着我们去做 毕竟, 人生并不是 只是, 只有通过大学的宅明 才是唯一的一条大道 在这个 我愿意 引用一位专男作家的话 和大家共同 那就是, 生命的意义 以肯定自己为前提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就不相信 自己考不过人家 如果真的考不过 我仍不相信自己会比别人差 一定要在其他的方面 胜过人家 同时 我也希望大家记住 这位作囊专家母亲所说过的一句话 成功 是别人给你下的定义 失败是自己牵下的详实 最后 意祝各位同学 金榜提名 身体健康 同城万里 老师 这是我们全班同学 送给老师唯一的纪念 里面有 我们和老师生活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希望老师永远记得我们 记得我们这一群调皮 捣蛋 惹着你几次伤心 带给你无数麻烦的 高三病班的学生 老师 我们对你的感谢 是无法用短短几句话来表达的 但是 我们会永远记得老师的教诲 永远记得高三病班 永远记得这段年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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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记得第二初 永远记得这段年轻 statutory� 永远凯 永远信得实彩 永远 conflict 永远凯 永远 hosp 凡事到山岗 轻轻消暑 烈烈招摇 纵帮伤子冲光 海路天空到处开放 男儿子在四方 民主共和自由平等 任凭受共闭上 区区间数千斤耗尽 七夕同山康庄 陈辉,抬起头了 像个男子汉 把眼泪擦干 我告诉你 你毕业考也通过了 可是你的超新不及格 拿不到毕业证书 我知道 希望你不要泄气 只要你在里面表现好 你一定可以提前从这里毕业 到时候同样可以赶上大家 小乌龟,你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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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同学 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 对我的期望 请大家等着吧 十年后 你们一定可以在联考的金榜上 看见我求正辉的名字 你捆那些书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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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去了 你是不是不想回来了 回来啊 下早已经给了我 明天都得聘书了 那你这次回去 什么时候再来啊 当然是暑假以后了 那...那你一个暑假 都不回来看看啊 哦,学生都毕业了 下学期我要叫哪一班 现在都还不知道呢 我想啊 我没有必要再回来了 哎呀 你只知道你的学生 人家是说 你不回来看看我啊 你好好的 你又没有生病 有什么好看的嘛 你这个笨蛋 暑假那么长 你不会想我啊 难道 你一定要我先开口说 我好想你 我要到澎湖去看你 我... 我说不出来嘛 好 你不说 我说 李文川 我不要离开你 你回澎湖 我要跟你一起回澎湖 这样你总该满意了吧 我... 我... 说啊 好还是不好 你说嘛 好嘛... 好嘛... 那我要去收拾衣服 我要跟你一起走 好嘛... 好嘛... 对了 等下到车站的时候啊 我要顺便买点礼物 送给妈妈 啊 妈妈 是啊 你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 而且我... 靠命 你不信用电话 早不来晚不来 批这个手来 喂... 阿清... 对不起... 麻烦你告诉文川医生 英才谱那帮人 不知道怎么搞的 刚刚得到消息 跑到家里来找智培跟珊珊 还好他们不在 住到小娟那儿去了 现在她到处在找他们 我担心会出事情耶 不要收了... 不要收了... 快快... 智培跟珊珊出了问题了 她妈妈打电话来 让你赶快赶到小娟住的地方去啊 她也没说什么问题 她来不及讲 只是要你尽快赶过去 蔡老... 你不要过来啊 我不会让你冻上一根寒毛的 臭小子 你什么东西啊 你凭什么跟老子说这种大话 不许过来 神经是我的未婚妻 呸... 未婚妻算什么 她是我老婆 你胡说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敢说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蔡同... 我求求你放了我 放了你 凡是我菜头喜欢的女人 没有一个躲得过我的手掌去 快 傻子 你 typing ating komm 快 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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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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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智培 你杀了他 智培 你杀了他 智培 把手放开 快 老师 这里把手放开 听到没有 你们快走 他能走 老师 我不能走 你那两次的话都不定了吗 智培 记住 一定要考上大学 一定要给智智信 智培 智培 不要动手 你们快走 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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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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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一次突破,我们也就获得一次满足与喜悦。 如果这个故事得不到支持,失去了播出的机会, 我们一定会感觉到很遗憾,很难过的。 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我们是在为当前的教育工作, 做了一次骄傲而有价值的奋斗。 对孩子的爱和教育,由于时代的不同,观念的更新, 可以讨论,也需要讨论的层面太多了。 但是,我们要做这部连续剧,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为我们担心。 以这个主题做戏剧节目,会不会因为避不开严肃的说教, 而失去了戏剧的趣味性? 会不会因为情节绕着学校师生的生活做描写而变得枯燥乏味? 会不会因为他离不开教条八股而令人生厌, 以至于失去了观众? 现在,这个故事已经成功地播满了四十集, 从他陆续得到的回想和赞美的声中, 证实了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 更意想不到的是,我们选定的几个代表性的虚构人物, 都是平凡生活中的平凡角色, 杜撰的素材和情节,先天上就十分的有限。 但是我们却没有因此使得本剧处理起来显得涣散而薄弱, 相反的,本剧演出的效果仍是起伏互见,充满了高潮。 我心深处会受到欢迎,意味着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正走向开放, 进取多元的价值观念。 对本剧所提的各种教育问题, 愿意把心投入,做深切的反省与关怀, 当然,那更是我们忠心期盼的。 也唯有如此,三年丙班的邱正辉, 才没有牺牲于传统教育, 得以保住了尊严。 在同学、师友之间, 抬得起头来做人, 即使后来他因为一时的冲动, 留下了犯罪的记录, 还是一个前途看好的孩子。 也唯有如此,张国栋、赵炳森、赖瑞明, 这些心灵受到创伤的孩子, 才能一一获得了拯救, 重新培养起信心和勇气, 向人生挑战。 戏落幕之前, 陈志培突然犯下了过时杀人罪, 这只是给目前在校的学生 一个小小的警惕, 不该谈恋爱的学习阶段, 就不要陷入爱的漩涡。 至于他和珊珊的感情, 在苦尽甘来的时候, 会不会因此又掀起了风波呢? 李文川和阿金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呢? 张国栋的前途选择又将如何呢? 柯丽美的感情如何寄托呢? 赵炳森的父亲真的遇淡了吗? 难道说一个人悔改之后, 就不该有好运吗? 邱正辉在牢里是否真正地改过, 而获得提前假释考上大学呢? 徐小钊断了一条腿, 撑着拐杖如何向他的前途挑战呢? 还有许许多多家庭里的问题和变故, 只好敬请亲爱的观众, 期待我们将为您制作的 更好、更完美的续篇《勇者的奋斗》。 Zither Harp 在孤独和寂寞的日子里, 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关怀, 像生长在世风中一朵小花, 古灵灵来到了这个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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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